外申局大批稽查人員 宇元警進入民宅搜索 地上一包包塑膠袋 裡頭裝著藥粉 藥丸 看起來正常 但這些藥品竟然都是偽藥 女屋主向稽查人員公稱 這些藥是她去藥房買藥 回來自己調配 但這批偽藥 以105台金中藥 餐18台金西藥調配 成品數量超過上千台金 女子根本不可能自己取得 警方一直發現 原來整個集團 是有一名經營中藥店 掩護地下偽藥工廠的 王姓男子 委託陳姓女子代工 並從上游黃姓 王姓 兩名嫌犯取得原料 而且陳姓女子 還是繼承母業 母女做偽藥 已經超過30年 原警表示台南一位民眾 看到媽媽吃完中藥粉 酸痛毛病 不到15分鐘就解除 覺得可疑向警方舉報 化驗裡頭竟有類固醇 興奮劑 止痛藥等成分 越吃越傷身 類固醇最主要是它壓抑 我們所有的免疫反應 然後剛開始吃會覺得很有效 可是吃久會很嚴重的傷害了身體 止痛藥的話 長期服用的話會傷肝 類固醇的話長期服用會傷腎 吃久了還會越亮臉 陳姓女子和其他共犯 賣尾藥 亂加成分 強調一吃見效 民眾如果心以為真 以為找到保命現代 萬一延誤病情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記者來關章 陳照顧談論報導 結構特色 бр Shelley 倒楣 紙論 彈